大家好,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7月10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聚焦于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崛起机遇 最近的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印度提供了彰显其制造实力的机会 印度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 特别是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面并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后 此外包括亚马逊和谷歌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也在增加对印度的投资 印度正成为跨国公司多元化供应链的选择 尤其是最近的美中关系紧张 例如苹果已经开始在印度生产消费电子产品 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进入快速增长时期的机会 就像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样 但要实现这样的成功故事 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印度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其人口结构趋势 中国的人口开始减少 而印度的人口仍在增长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 到2040年 中国的中卫年龄将达到48岁 而印度只有34.6岁 此外 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其廉价 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 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工作已经转移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这为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机会 然而 仅仅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还不足以吸引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制造基地 除了人口优势外 印度还需要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经济学人智库编制的商业环境排名中 印度在亚洲排名第10 得益于政策改革以及在基础设施 税收和贸易规定等方面的改善 然而 与中国相比 印度的基础设施仍有待提升 印度在世界银行的物流业绩指数中排名第38 与中国 越南和印尼相比 仍有差距 综上所述 印度已经到达了一个甜蜜的时机 成为跨国公司在考虑他们的中国正义 制造策略时的首选 随着美国和印度之间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国际企业可以在印度找到一个抵消中美关系紧张的选择 印度的制造业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 新兴更加契合 为印度的经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第二则新闻 一达经济主办年终社内展 这不仅仅是一个了解最新机台的机会 更是一达团队与客户建立良好互动和沟通的契机 一达经济是一家以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为特色的领先企业 他们以优质的机械设备和专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闻名 在这次的社内展上 他们将展示最新的重切销解决方案 包括C&C大车床ML 800系列 ML430 EV860 MV1060 MV500立式加工中心机 以及在今年台北工具机展中表现亮眼的得奖机台ML560MY车洗复合机和MT900多轴车洗复合机 这些设备具备高速度 高精度的加工能力 能够应对各种多样化的加工需求 此外 一达经济还将展示在自动化方案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成功案例 包括自动上下料、自动换台、自动监控物联网系统以及自动量测系统等 参观社内展的贵宾还将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达经济的生产线和加工过程 亲眼见证产品经过严格的品质控制流程 确保了产品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除了机台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一达经济的技术团队还将分享一些独特的加工方法和工艺 包括高速切销、五轴加工和精密车球技术等 一达经济社内展将于7月29日、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3点 在台中市乌日区西南路一段357项68弄41号的展示中心举行 这将是一个超越期待的盛事 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则新闻 立陶宛成为欧洲首个在公共道路上推出无人驾驶地送机器人的城市 这些机器人是由爱沙尼亚初创公司Clivon开发 与立陶宛的地送平台Last Mile合作 在维尔纽斯市中心为顾客送货 这些无人驾驶地送机器人会从位于Mindaga Street的EG超市店取货 顾客下单后 他们会收到一条短信 告知送货的到达时间和解锁车门的密码 而最棒的是 这项地送服务是免费的 Last Mile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Totis Norisidis表示 我们相信这些机器人将使我们在地送行业中获得显著优势 因为顾客可以在市中心 甚至在高峰时段快速收到商品 Last Mile在立陶宛拥有超过30万的用户 这些无人驾驶地送机器人 可以在维尔纽斯的新城区和旧城区完成7个订单的递送 Clivon表示 这些自动运输工具具有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他们使用电动驱动 并配备不同大小的货舱 以满足各种大小的订单需求 在安全方面 这些机器人的最高时速为25公里 他们配备了360度摄像头和雷达 可以在道路上导航 并且可以通过远程遥控操作员进行实时监控 这一具有里程碑翼的部署是在去年 在维尔纽斯的巴尔萨一区进行试点项目后推出的 在试点项目的三个月内 这些机器人行驶了2000公里 展示了他们在各种条件下的高效运行能力 包括雨天、雪天和微铺设的道路 最重要的是 这些机器人获得了顾客的积极反馈 Norzidis表示 试点项目获得了4.8分 满分5分的整体评分 顾客非常愿意尝试这项创新 在2020年 Clivon成为欧洲首家获得在公共道路上操作 无人递送机器人许可的公司 目前 他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在欧洲 美国和中东地区的服务范围 第四则新闻 人工智慧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应用 在2023年 AI在全球制造业的日常运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合作机器人 也被称为Kobots 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 他们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不同 被设计成能够安全地与人类合作 合作机器人运营成本更低 不需要专用空间 可以在普通的工厂车间中安全工作 他们可以执行各种制造操作 如组装和包装产品 同时保持高卫生标准 接下来 我们讲讲3D列印中的人工智慧应用 3D列印是一种逐层构建产品和物体的制造过程 它通过AI技术可以优化材料的应用方式和复杂产品的设计 这项技术在运动鞋制造业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Adidas和Rebox使用3D列印技术 创造出更舒适和性能更出色的跑鞋 另一个有趣的应用是生成设计 这项技术使用AI来创造新产品的设计选项 设计师只需输入一些参数 AI就能生成最佳的蓝图和指示 这加速了产品开发过程并促进了设计创新 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是预测性维护 制造商使用AI分析工厂车间的传感器和机器数据 以预测故障和停机时间 从而确保资源和备件能够及时到位进行修复 同时将停机时间纳入排程和物流计划中 最后 让我们谈谈无人工厂 无人工厂是一个完全自主运营 无人职守的智能工厂 它的运作不需要人类的干预 可以实现全天候运营 这是一个正在趋势发展的领域 例如日本的机器人制造商Fenix 自2001年以来运营的无人工厂就连续运营长达30天 这些都是2023年制造业中一些最有趣的AI应用案例 AI技术的应用为制造业带来了更高的效率 创新和可持续性 第五则新闻 BM Group推出模块化托盘堆叠机系统 BM Group是一家提供托盘堆叠和包装生产线服务的供应商 他们近日对他们兼顾的托盘堆叠机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设计和改造 这些模块化机器现在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组件和模块 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基于相同的设计 BM的产品业务部门主管K-Wixorek表示 他们的Pallet Pack系列托盘堆叠机根据包装货物的特性进行了设计 并符合客户对包装图案和托盘尺寸的要求 这些系统能够轻柔地处理各种包装单元 并在严苛的条件下提供多年的服务 在重新设计中 BM将托盘堆叠机赋予了模块化结构 带来了许多重大优势 例如 这些机器的性能现在可以在以后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并且新的设计在翻新或维修时节省了大量时间 除了改进性能 新的模型系列还使配置和安装变得更加简单 以前需要使用最高达8吨的插车进行安装 现在则只需要5吨的插车 这些模块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进行拾取 简化了在狭小空间中的组装 同时 客户现在收到的是三个更紧凑的模块 相比之下更容易操作 此外 由于使用标准航运集装箱 还能应对由疫情引起的集装箱危机 此次重新设计还对所有模块进行了优化 包括皮带中的马达和驱动器 以及运输过程中的设计优化 新的BMR Pilot Pack配备了更大的堆叠台 可以接受装满散装材料的袋子 放在不同尺寸的托盘上 开发人员还重新设计了推杆 使得地盘对于单个和双个推杆是相同的 这样用户可以在以后增加系统性能时 无需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此外 还可以选择安装能量存储装置 以消除峰值负载 降低运营成本 并减少碳足迹 BMR为确保新一代Pilot Pack的可靠运行 做出了很多努力 包括对托盘堆叠机进行严格的耐久性测试 这些改进时的服务技术人员 在维修或更换组件时更加便捷 例如 由于更好的可访问性 更换皮带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BMR Palette Pack系列 提供不同容量等级的多种机型 包括低通量范围 每小时堆叠高达1800个袋子 中等和高通量范围 则分别每小时堆叠高达3200个和6000个袋子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 predнее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